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女官 我们看这两天 这个房东吸毒 房主民被央视 跟中国大陆官方的媒体追踪报导 过去恐怕是吸毒的年限 已经超过八年了 然后这一次的柯正通 听说是这个跟房主民 巴地巴地两个哥良好兄弟 这个吸毒的年龄又两年 那柯正通这一次是真的伤很大 因为一般的观众朋友 比较熟悉的是 他在台湾的这一个 那些年的这一个作品 可是他最近几年的 中国大陆真正最赚钱的是 小时代 小时代的系列 拍了好多集的戏剧 而且票房超夸张的 随便一卖都是几十亿的台币 所以媒体稍微换算一下 他最近的票房就高达62亿 可是很遗憾的 这个台湾社会有很多人在看待 这两个年轻人几乎是超级人生 胜利组的富二代 那为什么难道演艺圈跟人生压力有大到 一定要哈大麻吗 那台湾社会你会发现 有很多吸毒的毒害人生 都跟演艺圈扯不清 那演艺圈内到底还有多少 毒害人生的故事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邀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我要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个是大饼的弟弟小饼 萨兵好 林凡姐好 好 再来是张文中老师 大家好 好在 保罗 好在 瑞德 林凡好 大家好 好在 珠雪恒 周一召好 好在 光秦 大家好 这一次这一个台湾社会很震惊 这一个房主民跟柯震东 台湾社会看待这两个年轻的男孩子 都觉得哎呀 这个是超级人生胜利组 可是很遗憾的 这两个不但是在吸毒的人生路上跌了一跤 而且呢 在中国大陆官方的行责 乃至于央视都还曝光了特定的媒体 那这背后到底有没有官方的操作或者阴谋论呢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对着镜头柯震东坦诚 吸食大麻对于支持他的朋友 家人以及粉丝 说自己做错了 很抱歉 我做错事 我也很担心很多事情 但是我相信我的家人和朋友 一定比我还要担心 我就会很 心很痛 所以我想向他们说抱歉 我让他们失望 有那么有不好的影响 说着说着忍不住 错气哽咽 做了错误的行为 不良示范更是让所有关心他的人 失望担心了 事情发生我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样很非常后悔 然后我也非常抱歉 对所有支持我或是喜欢我 或是甚至是认识我的人 来前柯震东信誓旦旦的反读誓词 言犹在恶 如今自打嘴巴爆出吸毒风波 额外讽刺 我会从那个教训 最后的每一天 会试图让自己变成一个 更好的人 我希望 那个时候我的家人朋友 甚至是 喜欢我的人 同样可以 张开他们的手 给我一点 拥抱 郭庸昕晚定一 好 宫请 很多台湾社会 很多观众看到 柯震东这一段 这一个影片都很震惊 那更震惊的是 这两个兄弟 八滴八滴这么麻烦 原来房主民 这个吸大麻吸了八年 然后柯震东两年 最新曝光 包括他们这一个豪宅外头的监视器 恐怕还有别的知名度很高的明星 恐怕也涉毒 对 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礼拜四 那中共的公安 首先是盯上了房主民 他的经济人姓孙 然后一再的去跟踪 所以就破获了这个房主民的毒窟 他的这个毒窟呢 是他爸爸成龙的这个房子 然后呢在里面呢 当场以现行患捕获这柯震东 那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段故事 就是他去上小便 就忘了冲水 所以呢 等柯震东出来就问他 那包括房主民两人 他在房主民的这个家里面 起出非常多的 放在那个手机盒里面 或是换上木盒子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大麻 然后是大概100公克左右 还不到150公克 他们这个最上线 就是说判处死刑的标准 那两个人都这个当场坦承 那后来呢 这个消息呢 一度在网路上 或是在这个陆媒的这个网路上 流传 那台湾的媒体还讲说 这会不会是大陆的常常的 有一些这个八卦新闻 可能是个乌龙 结果柯震东也联系不到 他的经济公司也装死 完全是没有办法 这个由这个媒体来查证清楚 那紧接着呢 后来就是消息证实了 那紧接着呢 就看到这个柯震东 痛哭流涕 自白的这个影带 那现在也引发说 你没有知会我们两岸协议的 里面的我们台湾这一方 那以及说 这是不是有点违反人权的做法 不过这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尤其逮到这个名人艺人 绝对会有这段影片 那这个事件呢 而且他摆明的是官方刻意流传出来 然后这个流传出来的还是央视 央视要报导的这一个重点跟议题 绝对有指标性 对就是像他们国家的中央台势的 然后在这个消息 一直不断的 因为这个柯震东的这个自白播出以后 台湾也震荡 就刚刚宁官讲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就朋友们是谁嘛 柯震东嘛 而且他还得过金马奖呢 然后在大陆发展 他的这个片子10月就要上档了 然后如果因为柯震东 他被北京整个这个进播 那他们这个经济公司 还有包括他这个片商 他们要损失的金额 真的是不可小觑 而且小时代现在票房超好 还在播 对而且剧中有一个这个桥段 刚好是他也是变成小囚犯 被捕的那个很激动那个画面嘛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 这个柯震东的爸爸被问到说 我儿子啊 你们怎么会这样问我呢 说他以前有没有 他就是第一次嘛 然后那个成龙 包括他的这个太太 林凤娇就是房主民的妈妈 他看到他儿子怎么上铐的 被捕的这画面 非常的震惊 但是呢成龙说 这个就完全是柯震东 你不要把我儿子带坏 结果后来才这个知道 你们家房主民八年了 吸毒八年了 柯震东 他的爸爸讲的 你怎么这样问我 反驳我们的媒体 哎呀也不必 你也不太了解你儿子 他到房主民那边去 他说第一次 当房主民拿出大麻烦 他非常这个震惊 但是因为两个bodybody 太好了 所以他就吸了 他走上这个不归路 吸毒了两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震撼两岸三地 那问题是说 有没有这样因为了事 就刑则上面来讲 柯震东 大概14天的这样一个居意 他这个所谓的自白颖带上面 已经穿上黄色的 这个所谓的球服了 有一个东居 已经是关到这个看守所去了 但是呢 这个房主民这个部分 大概三年以下了 因为他不是败毒者 房主民刑则这么重啊 本来一度传出会被判死刑 但是他是因为 溶流 这个其他人 进行吸毒这个行为 而没有败毒 而且他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大麻的量 还没有到五百 一百五十公克 所以现在今天的这个研判说 大概三年 到四年 或是三年以下 大概是这个刑期 你要关到中国的那个苦劳里面去 那不得了 那很要命的 哇塞 那瑞德 这个台湾社会 看这两个 第一个 觉得人生胜利组 怎么会吸毒 第二个 这两个现在看起来 毒瘾的年限都不短 柯震东比较短 两年 房属民八年 对没有错 那毒贩你也见多了 这种长期的吸毒很难解 对没有错 我相信这个大陆北京公安手上一定还有更多的艺人吸毒的名单 因为显然他是用那挤牙膏式的慢慢挤一些给你 而且他应该是从上游的药头里面得到 因为你要买一定有管道 大部分都是电话 电话号码像这一次这个房主民是透过他的孙姓助理 对不对 我锁信你的助理 锁定谁 我就可以像肉掌一样 那个整个粽子一样一整串都出来 所以后面还有刷的蛋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进出房主民豪宅的这些监视器 我相信包括通年记录都全部都掉了 所以会不会有更惊人的发展 我们就等着看 除此之外 柯震东其实真的很可惜 为什么呢 昨天刚好是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三周年上映的纪念 等于说他红了三年 三年前的柯震东 Nobody没有人知道是个素人 因为这出演这出电影突然间大红特红 然后呢 而且他每一年他的收入超过上亿元 这次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其实那一年是在台湾香港红 但真正在中国大陆大红特红 让柯震东大红特红是小时代 现在已经三 其实四 小时代四已经准备在春节的时候上映了 然后现在三还在演 而且下个 我打个插等于两年内拍了四集 对 没有错 跟变形新刚也是搞四集一样 可见小时代有多迈 62亿是上个礼拜的票 上上礼拜以前的票房 现在已经冲到七十几亿了 而且十个代言就算了 还有十几支广告还没有拍 已经排到后面的广告 然后另外一部 这个朱学航的好朋友拍的电影 这又要上映了 问题就在哪里呢 现在很糟糕的问题就在于 北京现在正在严打 打贪打斧 所以打斧的部分就打艺人 那个所谓的吸毒的问题嘛 所以有那个后庚甄嬛在里面 那个甄嬛旁边的孤孤锦西 有没有 代表42个经济公司出来宣誓 永不入用 如果有吸毒的艺人永不入用 然后不签合同 然后也不安排任何的机会 告诉你什么 如果你一旦给我染上吸毒的话呢 在大陆你的市场就完蛋了 所以他们克正宗事实上最大 还有房主民啊 最大的影响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那个整个市场是几十亿 几十亿的影响 所以如此一来 几乎克正宗最近这些年来 可以说他在大陆上面的演艺生涯 就此中断 就全部都中断 而且他回来以后 他28号这个 在当地14天坐满以后回到台湾 还是要接受我们台湾法务部 所接受所安排的这个毒品的乐戒 不是说在那边玩的就算了 台湾的乐戒是怎样的 乐戒就是送到我们的那个类似毒品 到里面去让你想办法 把毒饮的念头给断掉就对了 那乐多久 至少半个月 因为以前舒永康跟安逸 太早就出来了 所以现在都要半个月以上 所以至少他还要在台湾 再度乐戒半个月以上 那听说现在可能 在风头上可能先安排 乐戒出来了以后 就让他去服兵役 服完兵役回来再说了 这一个主持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年 就你好朋友九把刀拍的嘛 那九把刀针对这个事情 在网路上也发表了 一些自己的意见嘛 对 九把刀其实对这件事情 就是他也跟着一起很痛心啊 然后这个很替柯正东感到伤心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但我必须要讲 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原来全世界最厉害的经济公司 跟这个发行公司是中共党中央 为什么 你讲明了 请问要花多少钱 才能请柯正东 帮你拍一个反读短片 声泪俱下演技这么的好 还没完 请问你要花多少钱 才能请央视全台湾的所有电视台 全香港的所有电视台 一整天24小时 不停的帮你播这支反读宣传 他做到这种程度 我们接下来还没完 这个卡斯目前只有到柯正东 接下来还有房主民 那你看昨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面 焦点访谈都是这件事 那请问能够做到那种程度 是不是高层已经知情了 是不是高层已经觉得 他们最新公布的数据是 在中国大陆用冰毒或是用毒品 75%都是青少年 是不是高层已经觉得这个东西 严重到这个程度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扯远一点 跟大国崛起有关系 想我中华民族要复兴 弱是我75%的青少年 全部染了冰毒 全部吸毒品 当年林哲徐发动青角鸦片 是一样的概念 那现在是习近平的鸦片战争吗 我本来以为习近平的战争 这个第一阶段只截止在周永康 或者薄熙来这里的政治领域 那现在是鸦片战争打到演艺圈 没有看起来就是这样 而且为什么抓明星很简单 示范效果大 对 而且再来就是让他 而且要让金童 要让待在天堂的人掉到地狱 才会怕 就是说就有的时候是这样 反差效果越大 杀鸡儆猴旁边的越怕 那一个人可以这么容易的 从天堂掉到地狱 那这个示范跟宣传 跟政策的表态的效果更大 而且讲明了 小时代的主要观众就是青少年 对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抓就是抓青少年憧憬的对象 以为自己未来会成为的对象 然后告诉你说 这种人如果碰毒品也是这个下场 看你敢不敢 所以其他小时代的演员 可能要小心一点 好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